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不要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是吧 抓紧工作的事 还会有其他的机会吗 向然 系里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 就是那些事 什么事啊 留校的事 没点名说这个 我上班去了 晓人 我有话想跟你说 有谁话对我说吗 说啊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就别愁这些了 我怎么能不愁啊 愁也没有用 都已经这样了 不就没工作吗 接着找 对吗 要不 咱们来一起会旅顺吧 会旅顺干吗 我可以让我的家人跟你找份工作 那大不了宋总理求下人 总是可以解决的 你觉得呢 我不想这样 为什么呀 我不需要你去管我这些事情 你也不用去决定 我未来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的 有些事情我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去解决 而且我没有到靠女人活的一步 你怎么这么说呀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怎么要分你我呀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过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不是在替你想办法吗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明白吗 不需要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吵架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我就是心里有点委屈 你去上班吧 你今天一共收了多少钱 今天两套沙发 一个柜子 一把椅子 应该是两千一 怎么少了两百 你给我说清楚 不会啊 这是我 我 我数的今天收的都是现金 有可能 有可能我自己也算错了 算错了 对不起 老板 如果真差二百块钱 我自己补着 怎么叫真差两百 好像我在讹你个穷学生似的 你真需要钱 我会预置你的工资啊 也用不着这样 有意思吗 你把我说清楚 你想干吗 我收错钱是我的问题 但我不会干这种事 你不能怨我啊 双手 双手 你给我走人 我这里不用你了 走人 这个月还剩七天 工资我不要了 你们说这 这怎么回事啊 她留校都已经把能钉钉了 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要我看呢 这萧然啊 平时表现一直挺不错的 她唯一做那出格的事啊 就是上次把保安给打了 人保一出说是不追究责任了 那是因为没找着人 怎么现在又找着她了 哎 你们说是不是有人在中间 购密啊 不会吧 那这人的人品太差了 都这种时候了 难免有人会蹦出来 其实让我说还是怪她自己 毕业前还惹事儿 deep地区 不一样 在家里面 呢 然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她不下来 你翻墙想干什么呀 想回宿舍 知不知道几点关校门啊 知道还故意违反校规 我没有故意 我是 下次不会了 下次不会了 我说你不挨处分是不是难受啊 上次没处理你是你命好 可是你还 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去打工 甭跟我解释 最近宿舍老丢东西 我们也查不到人 大半夜的你爬进爬出 是不是想把偷来的东西往外送啊 把衣服退了 快点的 快点的 兜里东西也给我掏出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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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仔细搜 哎 别犯了 看看我找到什么 你说说你们这些大学生 家里花那么多钱培养你 你偏不好好学习 净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啊你 你想干什么 还敢打人 给我抓他 去你 文学系九一届二班的小燃同学 三月五日晚 在西登后 翻越学校院墙 在护校保安制止的情况下 殴打护校保安 造成了两名护校保安 负伤的恶劣结果 校务处决定 萧然要是爱处分了 这以后找工作 可是麻烦的 没有哪个单位 愿意用爱处处分的 三月五日晚 11点20左右 萧然同学在西后门旁 要翻墙进入校园 在被发现后 萧然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护校保安队队员受伤 你没觉得 会不会有人在背后捣鬼 我无所谓了 萧然 我是为了你着想 我不想你毕业之前 爱个处分 谢谢你的好意 别弹了 别弹了 干嘛去你 跟我去趟厨务馆 好 正好有点硬要擦 进 六月儿 夏儿没在啊 她 她不在 那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我一直没 没怎么看见她 韩领 进来坐会儿吧 怎么了 这几天 夏儿一直躲着我 我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什么了 她这身吧 就愿意跟 自己跟自己交近 为什么要跟自己交近啊 我们在一起 我愿意跟她分担 她们俩人就那样了 为什么呀 为了处分的事 我求了她好多次 可她呢 无动于衷 既不打算写检查 也不打算告那些动手的保安 现在 索性连工作的事也不管 我不知道 我应该怎么做了 她把她打工的工作 都给丢了 也没什么钱 我说要帮她 她又不要了 我不知道我到底该做什么 她 她不在那个什么 家具城打工了吗 你爸 你 别难过了 你 别疼 别哭了 1 2 3 手 5 6 7 对头 2 2 3 4 5 6 7 8 3 2 3 停停停停 大家休息一下 韩玲 你回来 你怎么回事啊你 心不在焉的 你自己来遍 准备 5 6 7 走 1 2 3 4 5 6 停 你看你那眼神 往前看呀 心不在焉怎么回事 再来 准备 5 6 7 走 你看他最近怎么了 怎么老这样 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 2 3 4 停 脚错了 知道吗 不用我再说你了吧 咱俩最后一次 5 6 7 走 1 2 3 那我不走了 你先走吧 来吧 我回去吧 关枯有什么用啊 我陪你找他去 嗯 你觉得我会害你吗 我这事不用你管 你呀 对男人太没有经验了 你说你有什么事你得跟他沟通啊 这闷着有什么用啊 走 走 小燃呢 你怎么来了 小燃呢 她不在 她去哪儿了 她 我不知道去哪儿 可能 小燃 小燃 你别走 你们俩先出去 快点 你们俩好好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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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俩好好聊 是 亚烈 处理意见下来了 警告楚文 那又怎么样 恐怕背着这个处分 找不到好的工作了 找不到就找不到呗 你怕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怕 我唯一怕的是 我实现不了自己的承诺 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 不能给你幸福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你跟这个没前途的人 我相信你 带给我幸福 是 同学们 同学们 大家聚一下 同学们 麻烦大家聚一下 同学们 也许你们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当中的大多数 大家也不了解 这个被处分的萧然 我们都是 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 这个公告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萧然同学 警告处分 我觉得 这次学校 对萧然的处分 又是公平 校领导 在没有完全 搞清楚事实真相的前提下 草率地给了一个处分 一个处分 对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 那无疑就是一个黑色的烙印 同学们 我们辛辛苦苦学了四年 终于熬到了毕业 不是熬到了毕业 是辛辛苦苦学习了四年 毕业了 正是要报效祖国 回馈社会的时候 萧然被处分 大家想一想 有哪一个公司 哪一个单位 愿意接受一个被处分的同学 如果真是这样 那萧然这四年 不就是白白浪费吗 一个人才 不就被浪费了吗 所以 我写了这封公开信 上面 有我们毕业班的签名 当然 我也找过校领导 可领导对此事视而不见 所以我请求同学们 一起签名 为了我们四年的大学生活 为了我们的青春 干吗呢你 下来下来 赶紧的 说你呢 你不用拦我 我知道 我现在就去找校领导 下来下来 这个很方便下 我跟你说啊 别闹事 走 我们一起去 去找校领导 给带点几钱 走 咱们一起去 走 咱们一起去 走 走 走 咱们一起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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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启明的举动 影响了学校的决定 学校撤销了对我的行政警告处分 只是给了我一个不记录在档案里的 内部警告处分 通过这件事 陈启明成了同学里的英雄 因为学校从来没有对学生递过道 我真的要感谢陈启明 是他保证了我当案里是清白的 我没想到你会为我做这些 为什么呢 为什么替我明不明 四年 我过了四年非常平庸的大局生活 没有人在乎我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在我离开的时候 我想写下辉煌的一笔 一笔就够 你明白吗 陈启明 你晚上有时间没 来 干什么 我们俩一起出去走走吧 吧 嗯 饭吃了 我们推背幻展 创造了一个奇迹 玩 我找到了一个奇迹 我热好暗子 热血热肠子 热血热肠子 我不睡 我不睡 行行行 没事 我不睡 别打扰我学习 你相信我吗 相信相信 奇迹 应该还一块凑啊 立即 行行行行行行 张静虹 肯定没少喝 难得 高兴 很多人都会因为高兴 喝多的时候 但是酒醒了 却毕竟笑得出来 不就是不能留笑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跟我一块去深圳也闯闯呗 也许 我们也能闯到一个奇迹 好 注意啊 注意注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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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一盘登下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写反 싸 integration 好 好 好好好 rent 好 好 你是 又 shipped 我的孤独 再回首 轻轻离路 心也不会再有 蓝色的旧梦 做明天的梦 来 来 为我们的孙节 来一个 孙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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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的孙节 来一个 孙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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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洋 你有什么理想 我没什么理想 我就想当官 当什么官 至少是部长吧 部长 牛逼 部长 部长 邱洋 你要是当官 我嫁给你 是 齐飞 齐飞 那你呢 我 我 我那李小军 好好过一次 那我能娶个样 孙岩梅也要跟她老婆 娶媳婶的孙岩梅 出戏 来 孙岩梅 为了孙岩梅 要变孙岩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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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别哭了 来来来 孙岩梅 孙岩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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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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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岩 你以后有什么理想 孙岩 嗯 你有什么理想 我要当一万富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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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岩的事就是你找的西主任吧 现在想找办法的 嘘 我明天我就准备走了啊 啊 我是回去去去认识之前我会先回趟东北 哎 哎 到时候我肯定会去你家看看咱妈啊 啊 啊 看你妈 谢谢啊 哎 这有什么好歉 这 这应该的嘛 你妈对我那么好 嗯 你工作的事都安排好了 嗯 嗯 这不这半个月之内就得去神仙报道嘛 嗯 真不敢相信 你们都要走了 那 嗯 我走了以后 你 偶尔啊 想想起我吗 嗯 嗯 嗯 那就好 嗯 你回吧 啊 嗯 自己 学会照顾自己 啊 你也是 还有 等向人去了深圳 你要多帮她 哎 多保重 嗯 嗯 你想什么时候过去啊 呃 搭后天 我票都订好了 哦 那 那好 那 那咱就深圳见吧 嗯 我在那儿等你 嗯 哦 对了 嗯 着急走 来不及跟陈启明打招呼 啊 但是您 您把我给他摔上 啊 这就跟战场一样 打了四年仗 最后连逃都逃得这么狼狈 你看 起名来看的书 全都扔着了 哦 刘儿给你那公司的地址 你可千万别弄丢了 你放心吧 啊 啊 啊 你到了那边啊 一定要注意身体 跟老婆吃饭 去面试的时候 态度要好一点 那边的人 应该说的是广东话吧 啊 反正你也听不懂 遇到什么事 可千万别心急 你要是有空 就都代替花给我 就都代替花给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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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想你了 我怎么办呀 一年 一年很晚就过去了 等你毕业了 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如果你想 我愿意 我想 那不是现在 那不是现在 这样 记住这个夜晚 你到了深圳 要注意身体 多吃饭 那里人都吃大面 很少吃面食 我们北方人吃不惯 你爱吃面 要学着习惯 那里夏天热冬天潮 你要自己注意冷暖 你有时候脾气不好 出门在外 要学着忍让 记着 是亏是福 你的城市 广东话 你听不懂 你要多给我打电话 我听见有人 这里是我给你的500块钱 你们好了 你们还有我的照片 想我了 就看看 你 搜索 又晃到黑夜 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 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是萧然吧 你好 你是刘元的朋友 不是 我是李哥的朋友 是他让我帮你找个住处 谢谢 那麻烦你了 别客气 都出门在外都是朋友 走吧 好 你是大学生吗 看得出来 这里的啊 住的学生挺多的 这个 你看一下 你那个钱已经谈好了吧 我们这儿先付半年方夫 那点钱在深圳也只能租到这样的房子了 这儿的消费可比内地贵多了 行 那你慢慢收拾吧 这是钥匙 好 麻烦你了 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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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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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啤酒吗 有啊 来一瓶 一块五 我打个电话 好 打吧 长途是那个 这个长途 谢谢 莲儿 到了 对啊 挺好的 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住的 住的 挺好的 我们这儿离海边还挺近的 我吃过了